早自习上认真学 买车配置不纠结 同学们今天的早自习上课啦 我是Nomi老师 其实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转眼小鹏汽车呢 已经成立了七年了 从一个造车新势力品牌 到如今的一个中国电车品牌的一个中间力量之一 哎那这个月呢 小鹏汽车又带来了它的第三款量产车型 小鹏T5 一款定位于20万的紧凑车型 它虽然说定位于是紧凑型的纯电轿车啊 但其实呢我们在发布会的这个PT当中 看到它对比的呢 大部分都是燃油中型轿车 那之前呢我们也做过一些 在这个价位区间的车型 发现其实它们有一些短板啊 那就是不智能没有去空间小 所以P5到底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而它又带来了哪些之前同级别当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配置呢 接下来赶紧跟着老师一起来临时抱佛脚吧 小鹏T5呢一共推出了6款车型 那么它在补贴之后的售价区间呢 是在157,900到223,900之间啊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它的外观呢还是传承了一个PT的流线感啊 包括它的前后贯穿式的LED大灯 那它呢有一个智能灯里的功能啊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定制声音和灯光的一个联动 而且你还可以把手机当成钥匙 咱们在远离啊或者靠近车辆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无感自动锁车和自动解锁 有一个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就可以弹出来了 总的来说呢这个上下车还是非常有仪式感的 那Model 3的风阻呢它是0.23 那P5的风阻系数呢是0.223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 它还会自动关闭这个主动进行格栅 所以也进一步的降低了风阻 而且呢全系标配了17英寸的轮圈 那小鹏P5的轴距呢是2768毫米 同时呢它的内饰啊 有一个环抱式的座舱设计 全系也是标配了两块这个大双联屏 还有一个全景天幕 这个不仅呢是看着更加通透了 而且呢还有一个黑科技啊 叫智能车顶 怎么黑科技呢 就是它上面会覆盖一个大的这个太阳能板 在露天停车的时候呢 它可以智能通风换气 这样呢咱们夏天再进到车里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温度太高太难受了 而且呢它搭载了一个Xmart OS 3.0系统 为核心的一个交互座舱 可以实现车内的一个全景语音功能 而且有上百款的车机应用 还有128G的内置储存空间 那么同时呢高配车型还配备了一个Napa真皮 还有升降式的扬声器 以及智能相分系统 同时呢随车还附赠了一个睡眠套装 不仅呢是可以把座椅晃倒咱们当床用 而且呢还可以配合投影仪来进入影院模式啊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动力方面 小鹏P5呢它搭载了一台最大功率155千瓦 峰值扭矩310牛米的驱动电机 NEDC续航里程呢它有460 550和600公里可以选择 那么在辅助驾驶硬件的层面 它部分车型呢是配备了激光雷达的 用有两个激光雷达啊 12个超声波传感器 5个毫米波雷达 13个高感知摄像头 以及一套亚米级的高精定位单元 可能有的同学会有点晕啊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激光雷达它又好在哪呢 因为现在呢我们大部分的雷达都是毫米波雷达 那它的探测距离呢会受到各种频段的损耗的制约 所以对于像行人呢 像这个静态物品呢 或者是小物体的感知 它就没有那么灵敏 那么激光雷达呢 它的这个感知精度就更高 而且呢它的探测范围是更广 稳定性也更高的 当然呢它也需要更高性能的一个处理器 所以它的成本也就更高 那么激光加毫米波雷达这样的组合呢 既可以提高它的这个识别的精准度 同时呢还可以覆盖到像这个弱光啊 逆光呀 以及风沙雨雪天气的各种复杂的疑难场景 好了说了这么多 我们终于该聊聊正事了 小鹏P5呢一共有6款配置 它们之间到底有哪些区别 跟着老师一起来上课听讲吧 好上课要听讲 在配置方面呢 其实它主要是体现在续航以及功能量的方面啊 我们从大体上呢 其实可以分成GEP这三个等级 首先呢它全系的一个入门版本 就是460G版 它的指导价呢是157,900 这个价格是非常便宜的 那它呢是搭配了磷酸铁锂电池 续航呢是460公里 配备了6个安全气囊 以及后驻车雷达 造车影像 定速巡航 全景天窗 无要是启动进入 主动式进气格栅 远程启动 真皮多功能方向盘 以及仿皮座椅 还有主驾驶的电动调节 驾驶的位置记忆 以及导航车联网加OTA升级 有6个喇叭的扬声器 以及自动全LED头灯 分区的自动红条 后排的出风口 那作为全系最低配的车型啊 这个配置可以说给的还是非常足了 但是呢感觉它距离解决这个智能化 还是有点远的 所以我们再往上看看吧 再往上看一个配置 460的E版指导价呢是177,900 它比上一个版本的要贵了2万元啊 那配置上呢 它增加了一个并线辅助 车道保持 包括道路交通识别 主动刹车 前驻车雷达 360度的全景影像 后面底盘 道车 车侧预警 全速域的自身巡航 以及自动泊车入位 那么最主要呢 是这个E系列车型 还多出了5个高精的毫米波雷达 12个超声波传感器 以及4个环视摄像头 那么同时呢 还有9个高感知摄像头 那这样一来呢 就通过商城购买X-Pilot 3.0 及升级服务 就可以实现高速公路的 NGP的自动导航辅助驾驶了 那这个配置呢 虽然说补齐了 这个智能化的一些配置 但是很多同学觉得 它这个续航是不是短啊 那如果嫌续航短的话 咱们就在网上看看吧 来看看550G版 以及550E版 指导价的分别是 172,900 以及192,900 这两款配置呢 其实分别和460G 与460E之间 它的配置是完全一样的 不同的仅仅是 续航里程上的差别 那么它们是增加了90公里 而且搭载了一个 三原理电池 用15000元的价格 更换一款三原理电池 并且还增加了 90公里的续航 我个人还记得非常物有所值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550公里续航的 一个高配车型 也就是550P版 那官方指导价呢 是199,900 在这个550E版的基础之上 是增加了7000块钱 那么在顶配车型上 看得出来 小鹏也是使出了 他这次的杀手锏啊 那就是配备了 两个激光雷达 那么同样呢 通过商城购买 Expilot 3.5软件 以及升级服务 在高速的NGP基础之上呢 就可以实现 城市的NGP功能了 那同时呢 各项的辅助驾驶功能 也同样得到了优化 所以如此看来 是多花了7000块钱 还是可以享受到 它的一个终极武器的 所以想必大部分朋友 我觉得应该是 可以值得冲一下的 那最后呢 再来看一下 全系的一个顶配车型啊 600P版 它的指导价呢 是223,900 那么相比550P版呢 增加了24,000块钱 配置的差异呢 主要体现在这个续航上 以及舒适性的配置上 首先 它续航呢 增加到了600公里 其次呢 还增加了NATA的真皮座椅 以及前排的座椅 加热 通风 副驾驶的位置记忆 以及老板件 还有8个喇叭的扬声器 车内有一个相分装置 以及智能睡眠空间 这个刚刚我们也说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个全系车型当中 E板以及P板 都可以选装智能睡眠空间 以及还有投影仪的 45寸幕布的观影套装 好 看完了所有的配置 究竟奶粉车型 老师比较推荐呢 一起来进一道 逆考画重点 逆考画重点 我们纵观全系的车型啊 其实按照辅助驾驶 是可以分成三个等级的 那G板呢 它就是满足日常的家用 E板呢 就是可以增加更多的 辅助驾驶功能 可以实现这个高速NGP功能 那么P板呢 它是可以实现 城市道路的一个NGP功能 另外一个维度呢 就是在这个续航层面 综合来看啊 如果大家对于智能驾驶 有非常高的追求 那么想体验一下 激光雷达的强大 那么首选的 还是这个550P板 那么如果加上性价值 这个考量因素的话 那么如果只是想选择 一个日常通行的代步车 那么460的E板 也是比较值得推荐的 好了 今天的早自习就到这了 如果还想了解 哪款车的配置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同学呢 我们今天下课 下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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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